糟了 手练灵力尽尸 以我的灵力 怕是无法支撑这个阶级 侯迟 你不要命吧 你不用管我 快去净化杀机 走 秦牧 你怎么样了 没事 你杀棋入体 怎会没事 这杀棋不知何时泄露 恐怕已流入人间许多 刚刚引入我体内的杀棋 我会将它封印回地宫 这样可以减少你身上的罪责 那你日后 我没事 相信我 我有太仓相助 我会将体内杀棋震住 不会伤及灵脉 你别骗我 我不想再失去身边任何一个人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连青龙台上的九天玄雷都伤不到我 更何况区区的人间杀棋 你也太小看仙族第一上军了 你快去天宫 将杀棋封印破裂一事 告诉天地 等我封印完杀棋就去找你 还是我来封印杀棋 你回天宫禀报吧 傻瓜 杀棋在我体内 你要连我一起封印啊 快 没时间了 我们还要回青之宫就拨选了 你别再受伤了 我们在天宫见 后知 自青龙台后 我早已认定你 无论将来发生什么事 我都陪你一起承受 是我连累你 亏欠你太多次了 待此事了结 我会把下辈子的福气 都给你 好 这么给我 去吧 薄萱 薄萱 百年后 我们便能相见了 薄萱啊 我希望你能在里面含蜥养着 一百年不够就两百年 能养上个三五百年更好 不不不 最好上百年 你滴滴咕咕什么呢 你也有话跟薄萱说 没有没有 我只是看你高兴 我也替你开心 若薄萱醒了 看见多了一个你 他一定会为我感到开心呢 他 causa 我 letz天他想起事 如今 要小心